今天看起來要訪問的是 對於人生非常堅持的 幾位貴賓當中 當然包括了 堅持要用結婚這件事情 來練財的沈玉琳先生 恭喜妳完成任務了 謝謝... 這次練財大概收入還滿意嗎 但你真的不要講練財 沒有... 老婆不是靈演嗎 那是我的一個真心真愛 那價錢還是很重要 還是必須要講 大概300多吧 350幾吧 扣除成本之後呢 扣除成本之後 應該還是350幾吧 因為沒有成本 沒有成本嗎 你精緻350幾萬 寫製作隊我們兩個 送的紅包不滿意 所以我們今天為了賠罪呢 幫他製作的房屋要送給他 這個... 送給你和你老婆 這很精緻 你不喜歡嗎 對啊 不喜歡 所以我跟康永哥包的數量 你還滿意嗎 我很滿意啊 超過我的預期啊 對啊 因為我本來認為 你們是根本不會包 包的系列當成一場玩笑 金額這個我們不便公布啊 可是我們去了的話 萬一他就是整我們 幫我們放在很爛的位置 不可能啦 不會啦 我們應該如果去的話 是坐在... 一定是坐主桌啊 對 付個價吧 妳願意出到多好 大概差不多三四千塊吧 三四千妳買嗎 對...這一間啊 好啊 好 送她買 對... 那妳可以幫我做兩個用人嗎 有... 妳這個有防震結構嗎 妳是不是已經死了 妳還要再承認啊 有嗎 如何要開始做這件事 還是都走了之後 才幫她打造 目前還沒有碰到 生前那個... 沒有本人自己來訂 小孩子他幫妳訂購一套 那個地堡 妳就把她弄得這麼... 沒有... 因為我知道蔡康永 她喜歡後現代紐約風向 就幫她偶爾移動啊 OK... 當作妳明年的生日禮物 妳覺得怎麼樣 妳有沒有看到一桌麻將 他還有抽風機耶 還有麻將桌啊 會有別的鬼 還可以約其他的 物魂也鬼一起來 對... 我在寫電營訂購的時候 會把演藝圈所有人 都坐進去 沒有錯 我會... 就移到那個驗客名單 沒給她坐進去 那如果有人要車 你也坐嗎 車子也有坐 有一張照片 裡面有剛剛有車子 所以包包什麼鞋子都可以坐 這車還不錯耶 對 這還滿高級的 妳想要不要去死 去死吧 妳想要不要去死 觀眾主很難 我也不會讓人家喜歡 妳有為今天在棚裡的 任何一個人做過嗎 有任何吃過妳的東西嗎 目前好像沒有 還沒有 所以妳現在還是走 攤子的路線嗎 我現在有店面了 可以不用讓大家陪我淋雨了 所以已經改成一家店面 對 因為上次我有一個朋友的派對 他有弄來一輛關東煮的車子耶 結果就很驚人啊 因為它就是一輛小改裝車 然後是Mini Cooper改的 然後就裡面就是 已經有現成的鍋子啊什麼的 那不就很有氣氛 妳也是這種嗎 類似的耶 而且我覺得它棒的地方 是它除了關東煮之外 它有主打他們店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清酒 有嗎 沒錯... 隨便說來都是 我要求我東西都要有梗 跟我做電視一樣 我們介紹食物的時候 妳可以忘記酒一下嗎 妳現在做關東煮的收入 有比那個時候好嗎 比較可以對自己交代 可是妳如果是一個人 跟一群男生出外景 不是很容易補出戀曲嗎 因為她很漂亮啊 對啊 然後明到也寂寞的話 不就剛好可以... 年紀太懸殊了 真的嗎 所以就是玩小弟弟才好玩啊 所以如果是吃第一個 妳就會建議我吃哪一個 就算給我們這麼多碗 是說別人也要吃嗎 當然啊 妳在做一些表情 我要讓導演看 她覺得夠不夠 對... 很誇張 遇到鬼啊 妳 喂 要看一下 讓攝影師來的機 焦具要調一下 太快了 吃一口 然後... 吞一下 吞一下 吃到毒藥 那是高潮 所以請問妳下次願意光臨嗎 我會願意 而且我要喝醉 來喔... 好想賺東煮來喔 如果是她在攤位後面 我會不想過去 妳應該是開酒店才對 房間位那麼壯的老闆娘 康熙堅持打人黃新良 平革動畫玩家 曾利用相片做出動畫影片 什麼意思 就是類似用照片 把它串起來這樣子 像卡通 那拍的對象是什麼呢 我目前是用那個鋼彈 就是玩具 就幫他們拍血針 然後他們會動 就是這個 有沒有很明顯 救我... 我們都被抓住了 我們今天剪了一分鐘的片段 請大家一起觀賞 你是不是很希望他們有台詞 可是你不會演 對 因為還要再學音效軟體 可以自己配 然後要轉音 但是那個軟體還要去學 你講一句說 你給我贊助 很有感情 我聽聽看 1 2 3 來 贊助多少錢 贊助 請問你的本業是... 我是做外貿的 做機械出口 OK 所以你現在還是在維持上正常的... 為了那個拉攏客戶 給他們看這些影片嗎 有耶 我客戶都有看 我想你應該沒有看全任何公司 對 恭喜堅持大人小龍 街舞高手 2009年BOTY台灣區冠軍 現任知名舞團成員 所以你有排進什麼任何人 有關街舞的排行榜嗎 我們的團體 08年是世界第三 那2010年呢 20...還沒比 還沒比 然後去年是世界第六 第六 今年應該第九樓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他沒一直後退啊 對啊 不然這難道會上升 你去看房子啦 好 無法你小龍上場 OK 你剛用手肘去頂的那一招 好厲害耶 那是你發明的 其實就是也不是我發明 很多人都做 只是我比較大膽 街舞的人是可以決定 要用身體任何部位頂地板嗎 所以最驚奇的就是手肘了嗎 台灣以前有個老前輩 他是用下巴跟肘筒 頂住他全身的重量 你說陳維銘嗎 不是 是一個老前輩 還有人下巴頂得住 對啊 怎麼頂 他還想說要用耳朵來頂 你用分解動作示範一下 如果是下巴頂 大概會形成什麼樣子好不好 不要真的跳 就是只是擺個姿勢出來看看 下巴頂 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下巴扎下去地點是不是 那很容易碎裂耶 對啊 他在手肘我看一下 劉璇 幹嘛 有一個小姐 她其實曾經在兩年前 號稱說她要來上康熙 對 然後她朋友說她瘋了 結果她今天真的來了 我們是不是上班 是 康熙監事達人楊雅晴 巴黎所有女 與百位陌生人接吻合照出書 妳兩年前就說妳要來康熙喔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我很愛看康熙 然後我就在想說 有一天我也可以坐在這裡 當來賓 應該滿酷的 可是妳做這件事情 不是為了要上康熙而做的吧 不是耶 是為了什麼 我做這件事情說 百元展我覺得 沈玉琳已經看了熱血沸沸 有一天晚上睡覺前 我就想說 如果可以跟一百個人接吻 應該滿浪漫 也滿酷的 可是是碰一下而已是不是 碰一下而已 對 這多了妳也不行 多了 我不要 妳是說每一個妳都要捨吻嗎 沒有 其實我看他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妳這個夢想 跟我的夢想是一樣的啊 妳做一定比我多那容易 妳紫青好看的人吧 其實有不好看 如果沒有照到臉的就... 他根本是紫青帥哥啊 妳太不要臉了吧 妳 像布萊德比特一樣的耶 妳真的不要臉耶妳 這麼投入的姿勢耶 對啊 這個真的嘴巴張開了耶 對啊 沒有 我覺得為了懲罰妳 妳今天一定要親沈玉琳 我很不爽啊 今天一定要讓她跟沈玉琳親的啊 康熙堅持達人滿人 饒舌歌手 創作音樂時間長達12年之久 妳在饒舌界 是被當成什麼地位的人 就地下一個這樣 地下一波嗎 是誰封妳的 這是小燕姐的 謝謝 真的嗎 妳要親一下嗎 妳要抱抱嗎 快親嗎 可以大票嗎